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结语二撰写,今儿为您播讲的长篇有声小说,唐钻 第585节 狗子,吹号,我们的任务完成了,现在该撤退了,手上能不沾平民的血,还是少沾一点的好,我们用不着拿平民的人头来领功 狗子答应了一声,站到雨地里,就呜呜的吹起了号角,这是紧急集合号,听到号声的军事,如果呜骨不到,会被斩首的 赖船方也觉得杀戮的很无趣,自己刚刚放过了一个小崽子,谁知道这个小崽子回头就给自己一石头 正在考虑要不要砍死他的时候,听到了号角声,犹豫了一下,吐了口唾沫,转身就离开了 那个吓得屁滚尿流的小子,抱着一块石头,坐在地上不知所措 薛仁贵杀得正过瘾的时候,忽然发现战场上就剩下自己一个人了 其余的人都在迅速的脱离战场 他们前进的时候交替掩护,撤退的时候也是如此 让那些以为唐钧溃败的高丽人死伤惨重 薛仁贵黑黑一笑,这一番厮杀正好活动开了他僵硬的筋骨 此时正是建功立业的时候,剩下老子一个又如何呀 抡起方天化戟,挑起了一个顽固的老头子 将他的身体重重的砸向人群 皇帝说了,安世成寸草不留 所以只要杀人就好,管他杀的是谁呢 人群刚刚砸开了库服,瞄了一眼就退了出来 里面空空的一个大嘴都没有 骂了声晦气,就打算将别的门劈开看看 隐约听见了号角声,仔细听了听 就拖着自己的木刀往回走 五谷不到会被斩首,这一条不能犯 当云叶弯曲下最后一根手指的时候 整对暴树的声音就传了过来 还不错,没有战死的 一千两百人都回来了 虽然呢,不少人挂了彩 能活着就不错了 哈哈哈哈,也好 果然是英雄出少年呢 老夫等人狂攻了半年多 都束手无策 云侯三日就拿下了安世成 替陛下学习了耻辱 真是了不起啊 老朽佩服 李道宗音策策的声音 在云叶的耳边响起 王爷 您如果想笑 就拿出真的笑容出来 您如果不爽 那就直接破口大骂 我都会接受的 现如今 你我都是一个锅里脚马勺的兄弟 阴不阴阳不阳的说话就过分了 三个月前 你为什么不以口气把土山拿下来呀 为什么明知道自己能攻下土山 偏偏放弃呢 我们是将军 不是政客 我们只考虑战场 其余的事情是陛下和房相 他们能考虑的 听说三天时间里 因为你的懈怠 致使你的部下战损千人 你告诉我 为什么呀 李道宗 从没有想到老好人一样的云叶 居然会在一瞬间爆发了 不管是在朝堂 还是在私底下 这样说话的方式 都不是适合的 但是云叶这么说了 还是大声吼出来的 这就太不讲礼仪了 想要争辩几句 眼看云叶发红的眼睛 静静的说了一句 数字无理 就匆匆的离去了 对于死去的无辜将士 他自己也有愧在心 云叶拖着疲惫的身体 带着部下出了城 来到城外 向李二较令 坐在黄罗散盖下的李二 正和程咬金他们谈笑的愉快 见脏兮兮的云叶过来 就招招手 示意让他过来 还不错 知道虚者实之 实者虚之的道理 再历练几年 就能统代大军了 跟着朕起家的将军 如今一个个的都老了 再爬兵卧血的也不好 大唐军武就该是这样 一茬茬的老将归田 一茬茬的年轻人顶上来 这样的大唐军队 才能战无不胜 你替朕挽回了颜面 说说 想要什么 朕都会答应你 老城老牛许静宗 紧张的说不出话来 三心云叶提出什么不合时宜的条件来 不管是求皇帝放过太子 还是要求皇帝放过安世成的平民 都会掀了隆龄 其这样的条件 皇帝一定会拨人大怒的 云叶的嘴动了好几下 最后窥叹一声说 微臣疲惫至极 请陛下准许微臣回岭南 休养一段时间 家族身在岭南 还需微臣侍奉 请陛下恩准 李二听到成鸟筋 他们的大喘气的声音 笑了一下说 哈哈哈哈 也好 硬不下心来干大事 那就帮朕干点小事 朕不愿意看到大海上 在有高丽的船只四处游荡 朕切断了高丽的所有商道 该死的海上的盗贼 总会把补给源源不断的送到高丽 听着 朕要你将高丽 新罗 百计 牢牢的锁在陆地上 寸板不得下海 岭南水池的印信 朕会交给你 这两年 就把这件事办好吧 云叶懒得再问 新罗百计都是盟友 干嘛也要当猪官起来呀 现在自己的脑门的官司都理不清 李承前的命运悬于一线 谁去管新罗百计人去死 带着军队直接回到大营 吩咐厨子开始犒劳将士 自己直接回到帐篷里 准备睡死算了 说不定睁眼睛的时候 发现这一切都是一场梦 打了圣仗军营里欢腾一片 暗示成没人了 大家也就能回家了 云叶穿着短裤 把自己围在厚厚的棉被里 卷得像蚕一样 脑袋也塞进被子 之前已经吩咐过了刘进宝 除了皇帝召见 李道宗就是想和自己打架 也需要等自己睡起了以后 躺在被子里也不安宁啊 脑子里总有惨叫声传过来 不是张亮的 这家伙这几天已经不怎么叫了 还知道盘山着走几步 到云叶营寨的厨房里找点吃的 总能找到一碗热腾腾的鸡蛋面条 或者呢 一碗浓浓的牛肉汤 如果运气再好一点呢 就会拿两颗厨子栽在碟子里的青蒜 下面吃 皇帝的惩罚远远没有结束 张亮有这个心理准备 云叶发现那些惨叫声不是来自外面 而是自己的脑子 就像录音机在重复的发音 惨叫声显得干涩而没有情感 爬起来狠狠的灌了一坛子酒就好多了 不但惨叫声没了 连自己的说话声音也听不见了 趁着还有最后的理智 把自己重新塞进棉被 就此沉沉睡去 不知道睡了多久 被一声战马的丝鸣惊醒 伸吟了一声 全身的骨头都变得酸软 关节处就像是长了秀 忍着剧痛伸直了身子 喊了刘进宝两声 侯爷我如今手软脚软的穿不了衣服 闭着眼睛等了一会儿 不见人进来 这个狗才跑哪儿去了 努力的睁开眼睛 却发现床头站着一个人 很熟悉 眼睛有点花 努力的揉了两下 这才看清楚 是里程前 完了 这个混蛋到底还是被皇帝打败了 还被活捉了 看样子 自己睡觉的这段时间 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难道说自己也受了牵连 皇帝开恩把自己和这个混蛋 关在一起了 见他背着手 笑眯眯的看着自己就来气 站着干什么呀 把我的衣服拿过来 你现在是接下囚 怎么还摆太子的谱啊 里程前把云烈的衣服抛过来 我什么时候和你摆过谱啊 你儿子把我家差点烧掉 我都一笑而过 这样的指责 可轮不到你说 好了 现在消停了 陛下把你发配到了哪里啊 如果到了亚洲就好 你喜欢当皇帝 我们就白手起家 在海上建一个庞大的帝国 告诉你啊 这海 可比陆地有大得多呀 太子当不了 算不得大事 反正啊 你是陛下的儿子 他才不会干掉你呢 这就是资本 活着就是资本 我发现 好几座长着香料的海岛 哎 我们就先做香料的生意 逐渐的积累资本 等到资本积累的差不多了呢 我们就去远海 重新创建国家 对了 你倒是先把裤子给我拿过来呀 谁去穿衣服 先穿外袍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 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有声小说 唐砖 听着云叶絮絮叨叨的说话 李承前好像笑得更加开怀 又把裤子扔给了云叶 看了一眼李承前的笑容 云叶也笑着说 哎 这就对了 不管多糟糕的环境 咱们呢 都要笑着面对 不过手底下 却要狠 这时候 你是退毛的凤凰不如鸡呀 一定有很多人准备对你不利 那些以前巴结你的人 受你恩惠的人 说不定 就是最想要你命的人 咱兄弟 那就算是落了难了 那也不是阿猫阿狗能欺负的 只要狠狠的干掉为首的几个狗杂种 嘿 手段一定要酷略 让他们谁也不敢再生 不该有的心思 哎 你的侍卫还剩下几个呀 我的护卫可不会跑 有他们在 咱们的安全就不用操心 不行 从现在起就要制定新的计划 你先告诉我 陛下准备把你发配到哪里呀 哎 有了地方 我们才好定制计划呀 穷山僻壤 有时候也会遍地是财富 这是你父皇刚刚交给我的 李承前转了一下眼珠子 不服气的问 你这么肯定 我斗不过父皇 云叶斜着眼睛 鄙夷的上下 看了一下李承前说 不是我小看你 你和你岳父 还有你那一群 墙头草的属下 夹起来 还打不过陛下的一只手 只要你们一动 陛下就会像老虎一样的扑过去 别跟我说侯军级是名将的屁话 我现在也是 只要陛下出现在两军阵前 将士们就会把你们从马上掀下来 捆得结结实实的送到陛下面前 对了 你是怎么被陛下抓到的 是不是被陛下叛变送过来的 李承前一屁股坐在床头 栽质的说 没人帮我过来 是我发现了一些不对头的事情 自己跑过来的 我没有造反的心思 不会也不敢 我只想要更大的权力 做更多的事情 皇位我从来就没有奢望过 可是我岳父说 这是千载能逢的好机会 我父皇被杨万春困在安市城 气感成绩在幽州 风师进在登州 只要封锁了水路粮草的通道 父皇的大军就会星散 到时候我们兵不血刃的 就会执掌大权 只要我学着父皇的做法 把我父皇进位太上皇 依然免不了父辞子孝 最后请我舅舅 高世连主持朝中大典 岳父呢 可以带着草原上的大军入关 迅速平定不服气的诸王 出征高丽的诸位国公 家眷都在长安 威逼之下 也会乖乖的接受这样的现实 最后 就是我在长安登基了 很好的计划呀 那为什么你会觉得不对头呢 云野怪笑着 问李承贤 滚 真要这么干了 就算是成功了 我大概也只剩下了皇位了吧 我父皇有母后相伴 依然痛苦了这么些年 我这样一来 做的比我父皇还绝 彻彻底底的就成了孤家寡人 而且我岳父的权力好像大了点 这可不是做臣子的样子 不错 我李承贤是想要舒展胸中的抱负 如果付出这样的代价 我还是干不出来 我母后会如何看我呀 父皇会如何看我 清雀他们会如何看我 还有你会如何看我呀 没了你们 这世界才是真正的了无声据 所以 我押韵着粮草 直接来到了军前 和我父皇待在一起 他们总不会再起什么异心了吧 听完李承贤的诉说 云野这才长长的叙了一口气 这家伙这么做 无疑是所有办法中最好的办法 是最好的表明心计的办法 所有的猜疑 随着这个家伙来到军前 都会烟消云散 只是这么做 会让李二有那么一丝尴尬 老实说 侯军吉说这个计划的时候 你有没有一点点动心呢 云野在李承贤的耳边 悄悄的问道 怎么说呢 确实有那么一瞬间 想那么干 你打我干什么 李承贤捂着肚子 痛苦的倒在床上 装作无辜的样子 问云野 压在心头的石头不见了 看什么都舒坦 刘进宝怎么就笑得这么憨厚呢 哎 笑得好看就有啥 一个珠子就抛了过去 他的样子就更傻了 冬雨怎么就下得这么缠绵呢 帐篷上到处都是晶莹剔透的冰溜子 掰一根下来 冻的不是很结实的冰溜子 吃起来很像冰棍 如果撒点糖霜就好了 撒一把糖霜 吸溜一口冰棒 天寒地冻的 这绝对是好享受啊 安市城的大伙 怎么就这么漂亮呢 这下面橘红色的 上面是滚滚黑烟 时不时的 还能飘了一阵烤肉的香味 叼着冰棒 看着三千墨河叛军 给自己挖坑 李二最恨的就是背叛 为首的叛军首领被扒了皮 红红的挂在棋杆上 全身再裹成一层冰 呲牙咧嘴的 很有野兽派艺术氛围 李成前不明白 云叶为什么会这么享受 他见过的死人也多了 可是扒掉皮的没见过 云叶能看得津津有味 赞叹不绝 这也算是一种本事啊 汉军首领的下场 让那三千墨和祥军吓破了胆 不管如何哀求 哭泣 张世贵还是给他们 每人发了一把锄头 挖坑 还要把坑往大了挖 没经历过活埋的墨和野人 死命的刨着坑 似乎表现好一点 就能活命一样 叶子 咱们走吧 李成前受不了云叶的重口味 强行拖着云叶回到了营帐 活埋人没什么好看的 云叶的心情好 他在营寨里的气氛就欢快 前几天侯叶的脸上能刮下霜来 哪怕打赢了仗 还是不高兴 现在呢 看着侯叶把冰棒吸得砰砰作响 就知道他的心情好极了 太子殿下带来了大量的补给 干肉罐头都有 人熊一口熏肉 一口糖水橘子 吃的是汁水淋漓 好不畅怪 就是军中不得饮酒 哎 这一条很没劲 每天二两烈酒是奋力 每个人都有 就这一点来看呢 当陆军很不划算 只要心情好 云叶呢 就有做饭的冲动 火堆上吊着一口大锅 红红的辣子油上下翻滚 发胀大的羊肉片子在锅里起伏 军中谁要吃那种薄薄的羊肉片子呀 啊 植头厚的肉块那才是王道 李承前吃的不停的吸溜嘴啊 他最害怕辣了 偏偏又最喜欢那种火辣辣的感觉 今天云叶过于兴奋了 不但辣椒放的多 不小心把花椒也多放了 现在两个人的嘴唇呢 都已经失去了知觉 李承前拿手指捅捅捅自己的嘴唇 乌拉着问 没知觉了 一会儿还要和父皇奏对 这样去借父皇是不是很不敬啊 搞屁的不敬 只要你不造反 就是对你父皇最大的尊敬 你们父子慢慢玩 我准备啊 在登州发布文书 岭南水师必须在登州集结 然后开始封锁海域 陛下给的命令 是在座半岛上寸板不得下海 高丽人要是有枣盆子飘在水面上 那都算我失职 那你就不能帮我想想法子吗 这事瞒不住人 我不造反自然没事 可是我岳父去干成吉 封施进 杜正伦 杜河 那他们可就要倒了大尾了 那都是我的属下 那要是被卡来投 那以后谁还孝顺我呀 你鬼点的多 哎 快帮着想一个好办法 云烈把羊肉吃多了 又从锅里捞出一片 已经煮的绵软的土豆片子 一边吃一边说 就你这准子 还要夺王位 可拉倒吧 其实啊 这个时候才是你大写身手的时候 侯军吉 谢干成吉 风之剑 杜正伦 杜河这些人呢 死了以后 才会对你有好处呢 他们死了 原来的势力不会消亡 在他们人心惶惶的时候 你只要掠施手段 就能让他们投奔在你旗下 哎 你想想看啊 侯军吉 气感成吉 风之剑 杜正伦 杜河这几个人 有几个是死心塌地的 跟着你的 人家看中的 不过是将来的利益 都有自己的小算盘 只有他们完蛋了 你们的势力 那才算是真正的变成你的 哎 这时候啊 就该盼着陛下 对他们下重手才是 救援 你还是打算 给你自己找麻烦呢 各位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